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耶 我們的盲測又來了 第二彈 上次很多觀眾踴躍的留言 說希望看到修旅車的評比 這不就來了嗎 今天還特地邀請到我們兩位 也是從我們的會員粉絲裡面抽出來的兩位 準備來戴上眼罩 而且今天我們再進化 我們連手套都要戴起來 不讓你們摸 摸不出材質 歡迎我們的Jay 還有我們的Penny 我先訪問一下好了 Jay你現在目前是有開車的嗎 有 你開車年支幾年 大概六年吧 現在是開什麼車 開CX5跟A3 你有兩台車嗎 家裡有 A3也是新款的 沒有舊的 A3就是 2005年的A3 然後CX5呢 CX5是20年的 那因為我們的Penny 對不對 它是車子雖然沒有開 但是它坐過不少車子 對 是沒錯 好不好 那你的坐車年支有多久 30年應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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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對 那你大概最 最常 坐的車是 是什麼車款 最常坐 以前是 我爸的KUGA 現在是坐 家裡的CX30 舊款的KUGA 對舊款的 然後現在是 CX30是坐最久的兩台車嗎 對 反正他們今天來 也是職業 幫我們觀眾朋友 蒙上眼睛 去做感受 對不對 所以就把你們 最直觀的感受 講出來就好了 對 我們今天的流程 也是有一點改變 待會 我們會直接 幫他們蒙上眼睛 戴上手套 然後我們就 直接挑選車 就讓他們乘坐 就出發 因為上次是先看車子 發現呢 如果給你們先看 你們可能會觀察一下 這個椅子的材質啊 軟不軟啊 椅面長還是短啊 你們會有太多 過多的觀察 先入為主 對 會先入為主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就直接先出發了 好不好 這樣我們以求 這個最公正客觀的一個評比 好 然後呢 這個在車上呢 我會大概問你們幾個問題 分數這一次 我們會做再細分一點 我們會滿分是10分 那在車上呢 回程的時候 我就會請教你們 比如說覺得隔音如何 做起來的感受度幾分 整體的乘坐感受 可能就是綜合了 車的側傾 跳動 我會問你們三個分數 那你們就把基準點 先抓出來 抓出來 那之後就嘿嘿 刺激啦 哈哈哈哈 好啦 那我們就準備蒙眼出發 走 好啦 那就麻煩 二位把眼罩跟手套戴上 那待會呢 因為現在辦公室 所以你看不到我們是哪一台車 待會我們會把 我們要出發的車開到門口 會接你們上車 好不好 那兩個我會盡量讓你們 每一台車都坐在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角度 這樣就會準確 待會我們會有四區 然後爬坡上高速公路 會進隧道 好的 那我們就已經到道路上了 出發了 坐上來我已經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以我的身高 我頭會直接去撞到那個 客貨桿 你撞到客貨桿 我靠不到 還陰險的 我靠不到頭枕 我直接再靠客貨桿 你直接靠在客貨桿 對 它上半身比較高 好那這邊會有一些坑洞喔 OK 好 我們的道路上坑洞 我會盡量讓它過坑洞 讓你們感受一下彈跳的感覺 輪噪聲稍微有一點 對 四區偏大 哎唷 應該是剛才那段薄油了 好我們現在有個斜坡 我來看一下這個斜坡 我把速度維持在60 好的 我們再來告訴公路之後 我會有一個仲彩 嗯 大概知道 引擎聲有一點 小小的 後座聽得到 小小的大聲 小小的大聲 對小小的大聲 那是大聲還是小聲 小母牛啦 小小母牛 小母牛 小萌牛 對 對 OK 那接下來呢 我們準備 這個是在聯絡道 那待會我們接上去之後呢 我也會定速在100以內 OK 然後讓你們聽一下那個風切聲啊 好 或是輪噪聲啊 或是隔壁的車子開過去 會不會在你們耳朵聽得很清楚 有啦 剛剛在爬交流道的時候 其實會車聽得到對象的聲音 咻咻咻的聲音 還是加減會有一點 但是我覺得是輪拱的聲音 蓋過了 對 因為坐輪拱旁邊 嗯 輪拱的聲音 輪拱的聲音比較大聲 底盤音的回音聽起來比較大 側傾也還可以啊 就是休旅車 對啊 基本的 好那我們現在已經 時速到90公里了 現在就有一點風切聲 風切聲 稍微有一點點 對啊因為上高速公路風切聲 是一定會有 而且我聽起來蠻明顯 是那個門框的那個聲音 然後包含車頂 也會微微一點點那個聲音 哇連車頂都聽到了 不是因為我離車比較遠 然後這邊有個凹槽 都有一個撞回來的感覺 連地上掉一根針 你們都聽出來 我覺得還是那個客戶感很影響的 那個乘坐舒適度 是啊 它椅子是蠻長的 對啊 離膝蓋的距離是短的 就是我們故意做深一點 其實就是腳剛好L型剛剛好 欸我們是在隧道裡面嗎 對我們在隧道裡面 啊我忘記跟你們講不好意思 沒事沒事 對因為它突然有個回音的感覺 對有個回收 那個呼呼的聲音感覺不一樣 現在坐起來 如果跟家裡車比的話 隔音是差蠻多的 真的假的 就是尤其是底盤 喔 地面的那個噪音 那我們現在接下來呢 我要來問你們的評分了 好不好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們覺得 整體的一個隔音 你們會給這台車幾分 請評分 你是4分沒錯齁 對 4分 我覺得是輪噪聲會有點惱人 目前坐起來感覺那個地板那種 微微的那種震動的感覺 然後風切聲也是蠻明顯的 然後那個Penny的部分呢 你覺得這個 你給的這個分數 整體而言 它就是一般正常的休旅車的感覺 在我做其他品牌的休旅車 包含平常做Uber什麼的 那個感覺這台車就是 沒有到特別好 也沒有到特別的壞 就先抓一個基本的安全值 所以7分是你的均值啦 對對對 就是 所以那個J的均值是4分 沒有均值大概5分 它比平均低一點 我的定義是這樣子定的 好啦那接下來我們要來到了第二個評分 第二個評分呢就是說 你們乘坐的一個感受 包含椅子的軟硬啊 或者是姿勢啊 是正經為坐 還是讓你有一個很舒服的姿勢 來做一個評分 好請 評分 J給5分 然後Penny給7分 J的感覺是在平均值 整體的 椅子是OK的 舒適度是OK 它的長度也是夠的 然後腰的支撐也算不錯 也是喔覺得不錯 但是就是 結構感這邊扣大分 那Penny的部分呢 整台車坐起來是舒服的 而且對我而言 比較沒有局處的感覺 然後前後距離 以小師哥開車的姿勢來說 我前面的距離 比我想像的空蠻多 第三個評比 就是這個過彎的側傾 還有彈跳 感受度的部分 請評分 6分跟5分 好 唉唷 難得這個J會比Penny還高 整體的吸收上而言 坐在後座 其實跳動 有的時候會比想像很大 側傾 就是大概一般休旅車的水準 但感覺好像有點軟 余震是還好 好 那那個J的部分呢 因為我家裡的休旅車 有改過避震器 所以我的感受上是覺得 比較Q一點點 比較Q一點點 對 我覺得休旅車的表現 大概就是差不多這個水平 因為重心高嘛 側傾 側傾避免不了 對 所以我覺得乘坐舒適感是OK 舒服的 平均之上這樣 好啦那最後呢 我們要準備下交流道了 那也請兩位呢 記住這個乘坐的感覺 待會我們緊接著 我們就要把你們移動到好 下一台車 好 OK 我們的第二台車 好我們已經彎出來到一般的四驅道路啦 首先四驅我們就是一樣感受一下噪音回饋跟彈跳 這台車光在車場內聽起來的隔音感就有差了 好坑洞 坑洞洞洞 滿明顯的那個底盤隔音 差滿多的 跟剛剛那台啊 對對對 可是避震的感覺差滿多的 這台車的餘震會比較多 但它的就是斜率跟上一台車感覺不太一樣 這台 餘震比較碎比較多 感覺這台比較軟 因為剛剛那幾個坑洞有一個 有幾個是比較大的 好那我們要上坡了 好 那我一樣會在60的速度 好我們現在已經到了60的速度 這是一個斜坡 好那一樣上個高速公路 我會一個小小的KIT DOWN 好不好 那你們椅子坐起來感受怎麼樣 它比較直比較挺 它的椅面短蠻 喔 你覺得椅面比較短 對對對 感覺這個的厚度比較薄一點 就是支撐度比較沒那麼好 整體而言它的厚薄度比較像廉價航空的椅子 就是比較薄 就是跟一般航空的經濟艙跟聯航的經濟艙 那個坐起來感覺還是有 你說海綿厚度是不是 對對對 那整體感覺 包含屁股下的感覺是不一樣 所以你們兩個感受一樣喔 對 然後這台車因為背部比較挺 那個貼合感不一樣 感覺坐起來這邊比較小張的感覺 椅子比較小張 椅子比較小張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因為中間這個座位 它那個有個小龍 龍起 那你會被包在這個座位內 所以你大腿外側是有吃到一點點的那個凸起 凸起的 所以它是有想要做一個人體工學的形狀 對 這上一台做的比較好 上一台也有 只是 上一台比較和緩 那個做起來感覺不一樣 對 它包的比較舒服 沒有那麼背 對對對 現在有點背 好 那現在我們都是90幾公里 一路都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巡航 那你再聽一下風切聲跟底盤的隔音 輪噪聲等等的 這個輪噪聲真的小很多 對 空切聲是也小蠻多的 小蠻多的 上下的那個聲音的處理 跟上一台車感覺差蠻多的 引擎隔音跟剛剛那台還是有差 感覺觸聽起來不一樣 這台腳踩的底盤回饋感 就是坐在後座腳放地上的感覺 跟上一台也真的差蠻多的 透過避震傳上來的那個觸感比較直接 好 那這個接下來我們要評的是隔音的部分 你們覺得隔音的部分 這台車可以給幾分 請給分 我是7 我是7 兩個都7 兩個都7 好 可以請放下 那現在這台車呢 你們覺得整體在乘坐上面 椅子的軟硬支撐性感受度 你們會給幾分呢 請評分 6分跟5分 好 這台車就是整體而言 坐姿比較白 比較縮 然後支撐性沒有像剛剛那個那麼舒適 整體的底盤啊 彈跳的這個舒適度 請評分 6 5分 好 6跟5 來吧 做個總結吧 Jay先 我覺得它整體的側傾比較大 尤其在有時候加減速或是小彎 它身體會有一點晃動 乘坐舒適度上 都是舒適的 我覺得是取向不太一樣 唉唷 這個有講到重點喔 對 有可能是取向不太一樣 對 因為有的可能它是 比較動感啊 比較直接的底盤 對不對 有的是比較舒服的底盤 那這個Penny的部分 其實兩台車 這台坐起來的感覺包含 椅背跟整體的感覺上來說 這台真的比較狂野一點的感覺 比較狂野一點的感覺 它的震動的吸收跟整體的感覺 還是跟上一台車差滿多的 其實就舒適度的人 上台車 坐長途會比較舒適 那這台車就是平常這種駕駛 比較短時間的話 那個整體感覺還是不一樣 那就像剛剛Jay說的 它的側傾包含椅背的包覆 會影響到整體你坐車的感覺 你坐在後座就覺得比較晃 車身的起伏上的感覺 也會跟上台車差滿多 這個車相對比較喘一點點的 然後這台車真的側傾那個身體會滑出去的感覺 跟上台車真的差滿多的 這台車相對而言比較容易滑 這就是下轎道的 對 下轎道那個大圓 這整個支撐度完全不行 我整個身體已經滑到正中間了 就是我要出手去扶住 注意一下 剛剛那個不用 剛剛那個可以靠在裡面 就像上台車同飲那個包覆的感覺 這台車真的是平的 屁股坐下去的那個厚弧度 會影響到你整體在支撐度真的是有差 好啦 我們回來店裡面啦 那我們接下來就準備安排下面一台車子 欸 剛剛 是 剛剛走的時候有摩托車 一樣是這樣刷刷刷破車 外面的車裡面 家間有 有 我這一次就沒有感覺有聽到明顯的摩托車 對 所以隔音比較高分嘛 對 好的 那我們現在回來換下一台車 稍待一下 阿比爾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發譯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出發了 先講一桌上來的感覺 這台車的後座墊真的短很多 短很多 就是那個大腿後面的空間那個支撐度 跟其他車真的差蠻多的 它的坐感不太好 主要是它椅墊真的是太短了 如果跟前兩部車比起來 對 真的蠻明顯的 好 現在我們轉過來剛剛那個斜坡之前 市區的那個有一些坑洞的路 知道知道 好的 來囉 這台車從椅背腰窩那邊傳起來 那個震動是會麻的 它的懸吊現在做起來比較硬一點 比較顛一點 相對比較硬朗 直接透過底盤傳到椅子 到這個後背的那個感覺 路感很明確 對 你知道路邊發生什麼事情 對 所以就是做起來會比較麻 那個感覺不一樣 隔音上我覺得 剛剛那台底盤比較好一點 這台輪噪聲相比還是大一點點 比起上一台 對 但是你們有印象第一台嗎 因為第一台你們一直說輪湖很吵 對 第一台是真的 第一台相對真的比較大 還是比這台吵 因為剛剛那段路是有兩個路面的材質 剛剛第一台就很明顯 你跨過的那個材質 來 我們上斜坡60公里 風切聲也比上一台大不少 然後對向來的聲音也更明顯 這台車路感好明顯 很清晰 對 我們現在就加到限速 這台車輪噪聲真的比上一台大滿多的 車身腰線以上的隔音 也是比第一台好一點點 這台椅子明顯的沒有前兩台那麼薄 連抱你的那種感覺都沒有 這台車背後的那個傾斜角度 預設的那個椅子 坐起來比較舒服 風切聲覺得如何呢 風切聲比第一台好 當然比第二台糟 不管是輪拱還是底盤 跟那個風切聲 應該說整體來說 它就是優於第一台 好的 進隧道 應該聽得出來進隧道 嗯 聽得出來 那個回音的感覺差滿多的 那個呼的感覺是不一樣的 然後進隧道之後 從底盤回來的聲音 也跟前兩台車差滿多的 好啦 那我們要準備來評分了好不好 好 首先第一個是這個 隔音的部分 你們會給幾分 請給分 好 你們可以唸出來你們分數 6分 6跟55 好的 J為什麼是5分呢 因為我覺得剛剛的那個 進隧道之後 它整個回音 回上來的感覺偏大 但是沒有像第一台那麼明顯 這一台的話 比較好是它的風切聲 跟輪噪聲都有比較小聲 但是沒有第二台那麼優異 Penny的第一台第二台的隔音 都是給7分 然後這一台你給6分 欸 第二台其實我想加成8分 如果要這樣子 喔 第二台你覺得要加 因為那個感覺上整體那個level還是有差 體感上差異這麼多 可是分數好像打太接近 打太接近 所以其實還是有落差的 對 就是它整體的聲音的回饋感 是比第一台處理的好很多 可是沒有像第二台那麼的安靜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這一台座椅整體的舒適度 請給分 6 6跟5 5 那J為什麼會給這一台5分呢 5分是 欸 這樣最低分耶 沒有 第一台也是 因為第一台是感質的關係 那這一台我覺得是這個 椅墊長度的關係 整體的軟硬度 我比較喜歡做硬一點的椅子啦 對 那它不像第二台感覺是做到底的那種感覺 它是有支撐的 對 比較硬 包覆感沒有說第一台那麼好 對 但是不會像第二台那種卡卡的 不會感覺到不舒服 好的 但是支撐度比較好 我比較喜歡這個支撐度 比較喜歡這個支撐度 對 因為這台唯一缺點就是 就是我的大腿這邊 我膝蓋這裡沒有支撐度 變成說我腳如果做平的話 我膝蓋是浮的 所以相對於做 做起來如果做長途的話 這台做起來會比較累 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平的就是這個底盤 彈跳 側頸等等的 請給分 來 請說分數 5分 5跟7 好 7分是目前J的底盤最高分的一台 對 我比較喜歡 知道車子在幹嘛的那種感覺 比較有掌控度 不喜歡隔一層東西啦 這台車給的反應比較直接 跟其他趣的這個 它就是比較癲一點的 對我來說不會到不舒服 好 來 那Penny的部分呢 你可以5分 因為它的路感回饋主要是在腰跟背 那如果以做長途來說 你如果是睡覺或什麼整體那種感覺上而言 會比較不舒適一點 舒適度會差一點 對 就是你會覺得比較癲 那整體而言就覺得說 車身的震動很明顯傳到身體裡面來 我覺得也蠻不錯的 這個我們就可以看出喔 像我們今天來的J 它就是比較偏向這個 運動感應點 Penny呢它就是比較會想到 長途的舒適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還蠻不錯的耶 我覺得這都蠻有參考價值 其實底盤並不見得一定是非常的穩才是好的 或是非常硬才是好的 因為這個會因應每一個人 習慣不一樣 感受不一樣 喜好不一樣 好 我們回來了 告訴你 我們終於要迎來我們的最後一台車了 好 那我們就出發啦 好 坑洞 來 座椅的舒適度你們覺得 坐上來第一個時間的感受是什麼 因為整體高度很低 所以大腿很空 對 它已經腳有點 大腿的 後面已經離開了椅墊的那個範圍 但是座椅的本身 就是厚度支撐度 我覺得是最優的 雖然說偏硬 但坐起來不會到不舒服 就是有支撐 像我們右轉以後是那個 平面會有一些坑坑巴巴的我們那條路 這個避震抑制的感覺跟前兩台車差滿多的 是 差在哪裡 這個比較平緩 它就整個收得比較柔 這也是底盤隔音還不錯 好的 那我們待會兒 右轉之後呢 右轉會有一個小小的側傾之後 我們就要上斜坡 好 斜坡也是一樣會以60公里的 這個滿明顯的 這個很傾 這個是最傾的 那我們現在就加速到60公里 這個斜坡坐左後方的人 聽對向來的車的感覺 其實每台車的那個質感真的差滿多的 就是第二台車真的整個速進度維持得非常好 第三台也不錯 比這台小車一點點 好 那現在我們上來這個快速道路 我會去檔一下 這台輪噪聲我覺得抑制得很好 可是它輪噪聲不明顯之後 導致它的風切聲我覺得 相對來說比較明顯 比較明顯對不對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上來高速公路了 那我們一樣會維持在90公里左右 嗯 它在同樣90公里而言 它的風切聲抑制算不錯 但某些狀況之下 還是會突然間有個聲音出來 整體而言這台車的風切聲抑制 跟整體的噪音水準 應該有前二 哦 嗯 哦呦 你也點頭 對 前二就是它跟第二台 但是因為這一台是輪噪聲小 風切聲稍微大一點 第二台是它都比較平均分布 它也有輪噪聲也有風切聲 讓它的分布比較平均一點 這台很妙的是 旁車的聲音進得來 但是風切聲小 你可以體感上知道 我旁邊有一台車真的過而去了 但在完全沒車的狀況下 它的速靜度的維持是不錯的 現在進隧道啦 這個進隧道感覺比較遠 噪音比較遠一點點 比較擋在外面的感覺 對 比較有隔絕的感覺 好啦 我們要出隧道了 好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評分的完結 那隔音的部分呢 你們會給這台車評幾分 請評分 來 可以報出分數 6 7 整體而言 底盤的整體的抑制感 跟風切聲抑制感都不錯 但唯一確定就是刷卡過去的聲音 比較明顯 其他都還好 其實整體而言它是質感上是好的 J的部分呢 這台車你給的是7分 對 因為我覺得它的輪噪聲抑制的是真的很好 然後風切聲它不是大 它只是相較 因為其他地方太安靜 對 然後像進隧道 我的感覺是它聲音比較遠一點 它有隔在外面 你是聽得到 只是它有把它隔住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的隔音也算是不錯 那接下來就是座椅啊 座椅的角度乘坐的感受 那這台車你們會不會給這個座椅幾分呢 請給分 5分 它加分的地方是它的椅子的設定的軟硬度 是很紮實很舒服 是我滿喜歡的一個設定 但是它扣很多分的地方就是它的那個座姿 椅子實在是有點低 所以讓我的腳有點拱起來 像在上廁所蹲著的那種感覺 對 其實5分是你今天的平均分啦 今天幾乎你三台車都給5分 只有在第二台的椅子你是給6分的 對 因為我覺得其實就是各有優缺點 第一台其實不太準 因為那個桿子真的實在是 如果桿子沒有的話 我可能可以給到7分 早知道要把那桿子拆掉 他說沒關係 觀眾朋友就知道啦 所以其實相較起來 第一台的座椅 應該是在J裡面算是最高分的啦 可是這一台的話是它 以電的支撐性表現是最好的 好 那個Penny的部分是4分 這台就是大腿很空 然後它連前面的那個 就是小事哥屁股下的那個空間都很小 你腳伸不進去 我腳伸不進去 我腳想要搓進去 可是搓不進去 會不會我坐太低了 沒有 它待這邊也是 不是那個問題 單純這台車所有東西 它整體座椅都是偏低的 背後是舒服的 那就是腳大腿這邊不舒服 可是你以長期坐車來說 大腿不舒服其實很累 那這一台的底板你們會給幾分 請評分 6分 6分 欸 都是6 這台整體的人坐起來是平穩的 但它的側傾真的比想像的大 尤其遇到大揮轉的時候也是會滑 對 路感沒有上一台那麼明顯 但坐起來是舒服的 它的路感就是沒有上一台那麼明顯 很強烈 但是它依然有給你一些資訊的感受 那它的側傾真的是有一點大 這一台如果側傾比較小的話 它是對我來說是 你覺得會更好 就是有舒適也有一點資訊的底板 感覺起來 好 我們回來公司啦 好 待會呢先讓你們入座 然後我們把車子都移到設定好的位置之後 然後就讓你們取下眼罩 那這個來來來 首先呢我們在開始看這個 外觀跟內裝的質感之前 我要問一下這個兩位 你有大概覺得 剛剛的哪一台車是被插進來的車子 你說現場嗎 你說特別來賓是哪一台對不對 對 不要講是哪一台 不是就是 太嚴格了 一二三四哪一台是特別來賓 太嚴格了 一二三四哪一台是不在選項內的 應該是第二台 你覺得是第二台 我也覺得是二 那個二的整體感覺 跟這個級距的車感覺 不太一樣 有差 唉唷 跟上一集一樣 他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狀況喔 好我們先假設啦 我們把第二台 我假設你們對了 我們把第二台拿掉 那你有沒有大概的預選名單 哪一台是哪一台車 你有嗎 有 你也有嗎 可能可以 可能可以是不是 好那我從最後一台開始問好了 你們覺得 兩位覺得最後一台是哪一台 我覺得是X-Trail 我也覺得是X-Trail 那你們覺得這個第三台 第三台是什麼車 第三台我覺得是KUGA 應該是KUGA機率比較高 所以第一台就是 CR-V 這是你們心裡的想法 對 那這次我們依然不會告訴他們答案 看播出才知道 對 你們要等到播出才會知道 好啦那接下來呢 這個就比較簡單一點了 就是讓兩位去看一下這個用料的部分 這外觀其實真的見仁見智啦 對不對 每個人長喜歡的不一樣 那我覺得說 讓你們看一下內裝的整個設計鋪陳 跟它的用料的質感 好那待會呢 讓你們簡單的在最後評一個分數 讓觀眾朋友消費者做一個參考 好那就讓大家看一下實車吧 開放參觀 好啦全部都看完了 好啦那我們就一個一個評了好不好 內裝的質感 如果是這個S-Trail的話 你們會給幾分 來請評分 我給7分 7分 8分 8分 那這個CR-V的內裝的評分 你們會給幾分呢 6分 7 那這個第三台 KUGA的部分呢 關於內裝的部分 你們會給幾分呢 請評分 6分 7 那這個 你有沒有這三台車 你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 哪一個部分 這一台的椅子 很喜歡它的椅子 你說駕駛座是不是 駕駛座 那因為你剛剛覺得後面還好啊 但是 駛墊的那個軟硬度 駕駛座的軟硬度 跟後面的是差不多 你三台坐過你 反而覺得駕駛座來講 這一台是最 對 最舒服的 單純做椅子 哦 然後它的置物空間也是 它下面還有一個洞 它就蠻好用的 放個衛生紙 那你呢 三台看完之後 如果做前座選擇 會選擇它 選擇Xtrail 你也是覺得前座是舒服 對 它整體的包含腳放的空間 跟那個腳的置放的感覺 跟手套箱會被卡膝蓋 你包含開盒 有的人 手套箱一打開 我撞膝蓋 我根本連東西都拿不出來 可是坐後座的話 CRB是比較舒適的 但我剛剛看你們兩個都一致比較喜歡 庫蓋上下車的那個離地高度 對 它的內部比較小步一點 它幾乎不太需要跨 上下車都是 上下車比較舒服 對 希望今天的這一集啊 我們的Jay跟我們的Panning 希望他們的感受 可以給觀眾朋友做一個參考 那如果這個喜歡我們類似的盲測的影片 也要記得 務必留言 點讚分享 開啟小鈴鐺 讓我們知道 那因為呢 休旅車實在太多了 如果說大家想看的話 意猶未盡 還是想看什麼車的評比 留言跟我們說 搞不好我們可以做第二集 休旅車評測 車輪戰 車輪戰啊 幾個一兩台出來 再繼續拼了啦 好啦 非常感謝我們的Jay 跟我們的Panning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來看《Panning 》 聊天 ался 那個的 要在一起 背盤 3 2 1 3 2 1 你要動嗎 不要動嗎 不要動 3 2 1 動 謝謝 麻煩你們跑一趟 好 好